Hello,大家好,今天是三月三,在我们湖南农村有一个洗手,就是在这一天都会用地米菜,也就是鸡菜煮鸡蛋吃 听说用鸡菜煮鸡蛋一年吃的都不会头疼,也不怕蛇,就是一年也不会被蛇咬 今天我就要做一个地米菜煮鸡蛋,不知道朋友们你们那边有没有这样的洗手呢 今天本来是要出去地里面去吃这个地米菜的,但是今天下好大的雨就不能出去吃了 就买了一把,大家看一下,哇,这么长,买了一把这么长的地米菜,大家猜一下多少钱 一块钱,好便宜哦,就买了一把,看一下这个根子都洗得干干净净的 我现在就要拿去煮鸡蛋了,现在把这个鸡菜洗干净 用这个水冲一下 这锅太小了 把这个鸡菜放到锅里面,把它做成一个鸟窝状就可以了 这个是洗好的鸡蛋,放在这个鸟窝里面 是不是特别像一个鸟窝,里面下了四个蛋 然后再加入一勺水 就开始,现在准备开火了,打开锅盖看一下,看好了没有 哇,好香哦,一股清香味 这是我煮的四个鸡蛋,现在把它敲碎 让它更入味 我现在把它敲碎了,然后再煮上几分钟吧 盖上锅盖 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哇,现在应该煮好了,好香哦 难怪说三月三吃了鸡菜啊,散礼云丹 哇,这个皮啊,都已经去掉了 看一下,好香啊,那把它捞出来吧,现在 哇,这个壳我都忘记去掉了 我们这个鸡蛋特别好去壳 是这个我们家自己的鸡生蛋 看一下,轻轻松松就把它扒掉了 哇,好烫啊 先喝一下这个汤,看什么味道 从来还没有喝过这个鸡菜水啊 煮这个鸡蛋的汤啊,从来没有喝过 以前呢,只吃过这个鸡蛋啊 听说这个鸡菜水啊,吃了效果更好 所以 哇,还挺好喝的 刚刚加了一点红糖进去,好甜 吃个鸡蛋 嗯,好吃 这个鸡蛋我放了一点盐进去 所以呢 它有这个盐味,特别的肉味 视频前的朋友们,你们吃过了这个鸡菜煮鸡蛋吗 记得3月3一定要吃这个鸡菜煮鸡蛋呢 那个头痛病的,吃了就是一年都不会头痛 还有不会被水咬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在这里呢 我要吃这个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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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